这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输入55 那当然主要判断 是不是3和5的倍数 是不是3和5的倍数 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入55的话 它要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55 你输入的值 必须带到前面 然后加一个空白 它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5的倍数 是5或3的倍数 那当然 有问题吗 那是不是 不过叙述的话 我这边用英文 考试当然用这个 它是不是5的 如果4的话就5 然后反之在3 输入36 那这个地方就输入4 它是3的倍数 那如果输入92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3或5的倍数 如果输入15的话 那会显示是 它这个15是3 而且是5的倍数 也就是说这边总共会有四种可能性的逻辑 你都要四种去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大概把这个结果秀一下 大家这个是最后最好的结果 那一样我就把这个结果输入 比如说我今天就转一下 那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希望看到的是36 输入3 36是enter的话 那是3的倍数 如果55的话 当然就是 这个是5的倍数 那其他的话 当然如果都不是的话 就92 92的话 这两个都不是 就一时纳成 OK 那就是 如果输入15 两个都是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请各位自行练习一下 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 反正就没有太复杂的点 其实就是 如果 这个关键 当然能不能被什么 哪个数字整除 整除的话 我们在上次上到提过吧 用person 那person的话是求余数 如果余数 其实就等于0的话 那等于0表示是整除 如果呢 他能够被3 而且被5给整除的话 那他应该就是3和5的倍数 OK 那这个叙述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a输入进来之后 并且print的出去 中间加个空白的话 前面的话 我们是串一个 串一个 大概这地方的话 我们必须要再把它做一个转型 因为输入之后 我已经把那个 本来是 这个string 把它转成int之后 但如果用串接的话 有个麻烦的点 就是你还要再转型 再加一个空白 然后所以如果比较简单的方法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加个逗点就可以了 如果在print里面 假设你加个逗点 它的意思是说 它会先输出这个变数之后 那中间会帮你加一个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输出的时候 假设你用逗点的话 它这边输出的结果 会有多一个空白 当然如果你用转型 在串接 其实也是可以 只是说相对起来 会比较麻烦 这种方式相对的叙述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一题的话 那请各位下一次上课 试 就是说 试着做做看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 204题 那个算数运算 比如说分别 利用我们这边的 那个算数运算值 里面加减乘除 除除跟mode 分别呢 假设你输入什么 输入两个词 最后是输入它的那个运算值 那得到的结果 你就把它秀出来 比如说我们答案一样 30 第一个 假设输入两个词 所以是204 假如说呢 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第二题 这个204题 如果我今天输入的是30 Enter 然后呢20 有点像一个计算机 如果我今天乘的话 那乘的结果 相乘大概600 那其他还有 你不只是乘 除什么 除完了结果 还有呢 就是加减乘除 除除 这边题目有 还有就是person 这个都要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 先输入之后 然后去判断说 它最后那个变数 到底是哪一个 你就跑哪一个 的运算 运算的结果 就把它print了出来 这两 大概这两题 还有 20 206吧 所以 总共三题好了 下一次 下一次上课的话 请各位 就是把这三题完成 如果请助教帮忙看一下 然后确定OK的话 表现你这部 如果第三题 好像事成相似 就是 见没有 那个等级 abc abc 但是最后 它不是d 是把它改的f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下一次上课 再把它完成 也要缴交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